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我们首席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乌克兰称港口遭俄罗斯飞弹袭击 粮食协议受到挑战 华为设备恐截断美国国防部机密通讯 FBI进行调查 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市政府前举行720反迫害集会 七只狗摇死老人 狗主人面临重罪起诉 美国周五表示 它将要求俄罗斯对联合国斡旋的粮食出口协议负起责任 让乌克兰可以恢复透过黑海出口粮食 不过乌克兰周六称 俄罗斯的导弹攻击了南部的奥德萨港口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主要的小卖出口国 但莫斯科2月入侵乌克兰后导致粮食价格飙升 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称 该危机已使全球4700万人口陷入急性饥饿中 俄乌周五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 将重新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用于粮食出口 俄乌战争使大约2000万吨的粮食无法运出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推特上表示 我们将密切关注以确保俄罗斯 切实履行他们做出的任何承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信任联合国来保证这笔交易 乌克兰库存的粮食价值约100亿美元 然而 就在签署粮食恢复出口协议的一天之后 乌克兰军方表示 周六俄罗斯导弹袭击了奥德萨港的基础设施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弗林表示 虽然这项协议很重要 但它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全球市场的股物供应情况 不过 弗林表示 新协议有望降低全球股物的市场价格 另外 美国国务院制裁协调办公室主任奥布莱恩告诉记者 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帮助应对全球粮食危机 奥布莱恩表示 中国一直是非常积极的粮食买家 并且正在囤积粮食 然而 此时还有数亿人处在无法获得粮食的灾难性阶段 国际股物理事会估计 2021至2022年度末 中国的粮食库存约为3亿吨 占全球总量6亿吨的一半 但中国总人口却只占全球的18% 显示中共的囤粮政策并不只是为了让中国人吃饱而已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林一综合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2日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保持的战略模糊 才得以维持台海数十年来的稳定 而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豪猪战略将是最有用的战力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昨天参加阿斯本安全论坛被主持人问到 拜登曾经有三次对外公开表示 军事保卫台湾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 苏利文表示战略模糊带来台海数十年的和平稳定 而在面对非常复杂的问题时 保持模糊性是必须的 不过苏利文也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豪猪战略 将提供台湾最有用的战力 谈到中共 苏利文表示 北京当局曾说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但如今中国却面临强大的逆风 时事评论员恒合建议 美国应该要把握时机 把对台湾政策清晰化 否则机会一旦失去 未来可能更难以有所作为 清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独家报道 最晚从2017年开始 美国联邦官员便已经调查 中共在美国重大基础设施附近的构地案 同时关闭了美国政府 视为间谍分床的中共驻休士顿领事馆 另外 联邦调查局已确定 华为的设备能够截获 并截断美国国防部高度保密的通讯内容 包括主管核武的战略司令部通讯 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展开了调查 以确定是否必须采取更紧急的行动 来清除美国电信网络中的华为设备 但至今 调查还在进行中 周六上午 甘肃省白银市井泰县 一处露天煤矿发生山体坍塌事故 多名工人与车辆被埋 造成至少9人遇难 7人受伤 仍有1人失踪 据大陆媒体报道 周六11点15分左右 山西焦煤民报集团人员 在前往甘肃红盛煤夜工作途中 突然遇到山体崩塌 人员和车辆被埋 截至傍晚 浴室的17人中已找到16人 其中9人遇难 7人受伤 还有一人失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荣誉综合报道 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的第23年 本周三 休斯顿法轮功学员 在市政府前举行集会 呼吁停止迫害 惩罚元凶 法轮功学员周三中午 在休斯顿市政府前举行反迫害 23周年集会 现场多面横幅舒展 协有法轮大法好 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遗像 场面平和庄严 多位在中国大陆亲身经历迫害的学员上台发言 揭露中共迫害的残酷 法轮功学员王海英在1999年被抓捕 关禁迫害法轮功恶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 遭受酷刑折磨 我只挂了六个小时 他们有的人一在那挂就挂六天 然后放下来的时候 那个胳膊就是搭了着 搭了着抬不起来的 那个警察一掰给掰断了就掰断了 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 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通过提升人的道德 达到人的身心健康 在1999年的中国大陆 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 然而极端管控人们思想的中共 在1999年7月20日 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迫害后 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孕育和酷刑 甚至被活摘器官 法轮功反迫害集会 得到多位休斯顿市议员的支持 是议员蒂菲尼·托马斯在致辞中 支持法轮功坚持信仰 谴责中共迫害 市议员也发布文书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集会活动吸引了民众的关注 不少人驻足聆听 自发的全程参加两个小时的集会活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永吉 大宇 杰瑞 休斯顿报道 本周一在福便郡郊区 七只狗攻击了一名老人 导致其死亡 七只狗目前已抓到 狗主人将面临重罪起诉 福便郡警署本周五逮捕了47岁的 Samuel Cartwright Cartwright与本周一发生的 七只狗咬死人的案件相关 你有危险的狗 这是你的责任 保持狗的狗保持 保持我们的社区安全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您失去做这些狗 您会保持担心 案件发生在福便郡郊区的 Fresno市 在本周一下午1点半 71岁的受害人Freddy Garcia 走路到社区商店的路上 在经过4300Mark Torres陆附近 遭到多达七只狗的攻击 这些狗都是具有攻击性的 混种斗牛犬Pete Bow Mix Garcer在送医后不幸死亡 警方在第二天便抓到所有的七只狗 并于三天后找到这些狗的主人Cartwright Cartwright目前关押在福便郡监狱 保持金设在10万美元 他被控以用狗攻击他人致死 此案交由福便郡地检署调查 如果罪成 根据德州的法律Cartwright将判以二级重罪 最少两年最高20年的刑期 动物控制部门也提醒养狗的人 要做负责的狗主人 看管住自己的狗 不要给社区邻居和孩童带来危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永吉 大宇Richmond 报道 稍后看到 中共强制老人打疫苗 不打就停发退休金 欢迎回来 中国多地强制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打中共病毒疫苗 不打疫苗就不发退休金 甚至珠连家属 公职人员遭到停薪停职开除 民众批评这是违法草菅人命 7月22日云南洪河州发通知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前往接种点打中共病毒疫苗 陆媒称 当地以一个都不能少为宗旨 所有老年人必须打疫苗 7月20日 北京市总工会系统发布通知 把60岁以上老人打疫苗 作为攻坚行动 上海徐京镇疫情防控小组则通知 家里的老人不打疫苗 公职人员将面临停薪停职 甚至是开除 中国某学校的一份通知也称 不打疫苗的退休教师 暂停发工资和退休金 天津医居委会工作人员 召集60岁以上的老人 告知老人必须打疫苗 不打不发退休金 65岁的上海退休大学教师 顾国平批评 当局强制老人打疫苗 是草菅人命 上海市与居委会网格员A先生讲述 劝说老人打疫苗是任务 由于上海发生多起杀人案 为了自保 不得已带着钢叉上门劝老人打疫苗 让60岁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是自愿的 但是你不打 上面就要去我们一趟趟的上门 因为现在上面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 所谓居民区的排行榜 60岁以上老年人打疫苗接种率不够的 要被上面叫去谈话 同时也有大量网友讲述家中老人打疫苗后 基础病发作而死亡 大陆人权人士张先生说 在中共清零政策的高压下 各地加码 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民众打疫苗 是违法行为 受害人可以起诉死害者 新唐人记者李韵 李珊珊 陈杰采访报道 中共纪监委周五通报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斌权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立案调查 通报称 王斌权大搞权钱交易 在职工录用 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涉嫌受贿犯罪 王斌权一直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任职 曾任该院副院长 党委书记院长 2022年1月被查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将王斌权担任院长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列为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的责任单位进行追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荣誉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玉文厨房为您带来美味的卤牛脸颊肉 欢迎继续收看 在本期的玉文厨房栏目中 我们就来看一道美味的卤牛脸颊肉的做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玉文厨房 我是孙玉文 牛颊肉是我吃过牛肉中最令人惊艳的部分 香糯的口感 胶原蛋白十足 吃了黏嘴 好吃到不行 吃一道美味的佳肴 价格便宜 今天我就拿来做一道卤味 主食材 牛颊肉数块 调味料 葱 姜 蒜 红辣椒 香菜 卤包 酱油糕 冰糖 老抽 生抽 醋 辣椒油 买来的牛颊肉要泡水一个小时 去血水 怕肥的朋友们先将颗粒状的牛脂肪去除 但不是白色的部分都是脂肪 细看会发现牛筋是条状的 脂肪是球状的 只需要把小球状的脂肪去除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卤味 稍微夹杂肥油应该更香 起油锅 将牛颊肉放入锅中两面煎一下 每面煎两分钟 等待牛肉变色就可以了 先来炒糖色 油锅中放入冰糖 慢慢炒出糖色 放入肉 放入葱姜蒜来炒香 放入半碗生抽和半碗的老抽 炒出酱油香 加入热水 水滚了之后尝一下味道进行调味 把肉加入高压锅的内胆 再将汤汁倒入 别忘了水一定要没过肉哦 这时放入卤包 稍微搅拌一下 把板放入压力锅里 选择炖肉档 压40分钟 牛肉炖好了之后放入锅中 加入一碗卤汁 大火收汁 其间偶尔给肉翻一下面 这样使肉更加紧实和油亮 味道更浓郁 等到汤汁开始浓稠之后 就可以把卤好的牛肉拿出来 在室温下放凉 我们现在来制作卤汁 把蒜末、葱花、香菜、辣椒丁 醋和酱油糕混合 搅拌均匀 现在把放凉的牛颊肉切片 把拌好的酱汁淋在上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油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卤牛颊肉做好了 我来尝一下 牛颊肉的肉质不但细腻软嫩 而且Q弹 滋味十足 搭配上酱汁非常的开胃 是夏日在家里常备的凉菜 您也来赶快试试看吧 稍后一起来看 Moody Gardens八月举办多种精彩活动 天上、地上、海里应有尽有 位于Garveston的Moody Gardens 将在八月份举行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从天上到地上 再到海底 西门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八月份 Moody Gardens将推出三项全新的特别活动 分别是飞行展演、汽车和游艇展 自行车运动及展览会 以及潜水社区展览 飞行展演、汽车和游艇展 在八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举办 从贝尔P63眼镜王蛇战斗机 到DH-115吸血鬼战斗机 游客将能看到 由这些战斗机带来的特殊飞行表演 板间还有由Ghostwriter飞行员 带来的烟火表演 同时举办的游艇展和车展 也将为船迷和车迷们展现不同系列的游艇 以及各式经典车和动力强大的车等 还可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有趣故事 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将举办名为潜入海湾的潜水社区展 活动还会邀请包括德州A&M Gavitson分校在内的不同组织的专家进行演讲 带游客了解有关潜水员安全警报网络等知识 参与者可以提前注册 并带上泳衣体验潜水乐趣 8月26日至28日将举办自行车展 沿Gavitson岛的18英里骑行活动 搭配上自行车博览会 还有名人专业人士进行特色介绍 骑手们可以选择喜爱的骑行路线 还可以参加自行车酒吧活动 以及周六晚上的棕榈滩火派对 周日还有与专业人士共进早餐的活动 游客们可以提前预订酒店套餐 三场活动的门票和酒店套餐 可以在moodygardens.com slash events上预订 更多活动信息请访问moodygardens.org 或致电409-744-4673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钟欣平 休斯顿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 新唐人今日休斯顿新闻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心天气情况 欢迎关注天气 下周会出现雷震雨的天气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下周从周日周一到周二 都是晴天多雨的天气 最高温度是在100度 那到了周一会达到102度 最低温度是在78度 那从周三开始会出现雷震雨的天气 周三是局部雷震雨 下雨的几率在30% 温度是从78度到98度 那周四和周五会出现零星雷震雨 下雨的几率也是30% 温度是从76度到96度 那到了周六会有局部雷震雨 下雨的几率是20% 温度是从78度到98度 喝茶可以养生 那在夏天喝茶可以解暑 但是有一些不好的喝茶习惯 长期下来反而会影响健康 比如说喝浓茶 浓茶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 使人的精神非常的亢奋 那同时会造成注意力的不集中 反而会影响工作和休息 而且茶性寒凉 对于一些年老和体弱的人 长期喝浓茶 可能会引起肠味道的问题 那同时也要注意 不要喝隔夜茶 隔夜茶呢 它的浸泡时间很长 那茶叶中的一些有益的物质 比如说维生素 或者是矿物质 它的这个成分呢会减少 还有注意不要空腹喝茶 空腹喝茶呢 会造成头晕眼花 甚至是胃部的不舒服 那最后也提醒大家 茶叶的浸泡不要超过一整天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